邵逸夫本就不想成立TVB议员训练班 费钱费力费时间 缺演员在外面招货 这场星探挖布就行了 自己开公司还要免费培养职场小白 图傻 况且开培训班不得找专业老师 又是一笔开销 这笔钱怎么算都不合适 直到有一天 一名演员嫌邵适太空门想跳槽 于是趁夜深人静之时 把邵适艺人签约合同全烧了 卖身器没了 演员就自由了 看着这把大火溜叔陷入沉思 确实只有亲生子才最靠谱 为长远考虑 议员训练班不设不行了 本期的波罗剧道道就和你聊聊 TVB议员训练班诞生时 一个无限议员训练班 半个香港娱乐圈 邵逸夫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要培养亲生子的小九九 日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当然也有人会说 亲生子养肥了也会离朝啊 没错 演员红了身价暴涨 便会要求加薪 但再红的零星也不一定能保证 下一部作品一定赚大钱 所以作为老板当然不愿意加薪 可你不愿意高薪留人 自有别的电视台愿意 看着自己一手捧红的演员飞了 确实无可奈何 这仿佛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但邵逸夫是老江湖 他的手段是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量 1971年 无限议员训练班成立了 他的想法很超前 只要我每年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员 当中总有几个会爆火 如果演员红了想飞 我也不怕 因为第二年又有新鲜的学业流入 能捧红你 我也能捧红别人 邵逸夫的决定 让TVB在挑选演员上 由被动变为主动 不得不说江还是老的辣 果然不出他所料 吴梦达欠赌债被雪藏 刘德华毕业了 刘德华想单飞被雪藏 张卫健的猴王又横空出世了 黄日华走了 还有欧阳振华 刘家良不干了 还有古天乐 总之没人能拿得倒我六叔 所以说想在港圈混 就别和邵逸夫玩心眼 更别提加薪 你都不过他的 TVB议员训练班招收学员的门槛很低 只要你高中毕业即可 不管你之前有没有污点 只要身体健康 我都要 所以TVB就有了 推销员周润发 邮拆杜琪峰 卖电器的梁朝伟 奏文员的周星驰 和曾经坐过牢的古天乐 当时TVB的政策是 只要你通过面试 就能带心培训 除了底薪 还给学员们发交通 伙食补助 如果你放学不回家 去剧组跑龙套 还有额外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 只要你毕业 就会和TVB签约 一条星光大道就在眼前 关键是 TVB招生不堪长相 所以就有很多人来报名 竞争非常激烈 当年邵义夫 让黄日华在大门口 发宣传广告 组织人员填表格 和把刘德华镇住了 他当时就想 连门口站的人都这么好看 自己能被录取吗 早期的议员训练班 学识是一年 前半年是课堂教学 主要以理论为主 后半年以实践为主 还有少量的课程辅导 随着TVB黄金期的到来 议员训练班还进行了戏话 有表演班 舞蹈班 主持班 导演班 学习时长也由一年 缩短到半年 因为TVB急需用人 当然进入议员训练班 也不代表你就能签约TVB 他们每三个月就考核一次 如果不及格就会被淘汰 还有辛辛苦苦熬累一年 结果临门一脚被淘汰的 那更可惜 当年汤正叶就属于 死亡线徘徊的角色 议员训练班的教室 就在TVB影视大楼的一角 所以当你踏入议员训练班的第一天 就已经成为TVB的龙套了 不得不感叹 如果现在邵逸夫还在 TVB绝对能起死回生 他打造的娱乐帝国 已经形成闭环管理 各项机制都很健全 传奇大亨 绝非浪得虚名 1971年TVB议员训练班成立 谁来当老师 邵逸夫必须亲自挑选 毕竟更正才能描红 这关系到无限的未来 这时他想到了钟景辉 此人可了不得 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戏剧表演专业 硕士毕业后 在静辉大学当戏剧老师 要想学员们的整体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 必须把钟景辉请来 于是TVB就给中子高级编导 和节目经理的待遇 请他出山了 钟景辉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是使徒行者里的钱瑞安 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觉得这个老爷子肯定不简单 每年TVB招收学员 被刷掉的演员 校长钟景辉都会再过一遍 钟润发就是他 从淘汰者名单中逃回来的 可以说没有钟景辉 邵义夫的设想再好也实施不了 钟子在挑选议员上 眼光相当独了 所以他才能逃离满天下 钟景辉对于香港演艺事业的贡献 是举足轻重的 84岁了 至今还是孤身一人 他一手栽培了港圈的半壁江山 所以有很多人尊称他为港剧教父 据说钟景辉80岁大寿的时候 场面好比金像奖颁奖典礼 群星璀璨 1965年就能跑到耶鲁大学去读表演 钟景辉的人生本就不简单 他一手培养出的学生能是一般人吗 我们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了